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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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知道为什么他能致气上冲啊 什么是气上冲啊 气上冲包括失眠 头痛 心肌 面红 汗粗 等等 最常见的就是几个啊 头部症状 失眠 头痛 面红 然后呢 整体的症状 粗汗 心神经关能症症状 心肌 这个中医把它都叫做上冲 那么为什么会上冲呢 上冲是一个什么病理生理状态呢 上冲啊 其实就是由于 人体处于一种虚弱性的紊乱状态的时候 其实就是人的带上 就是当我身体弱的时候 我是不是心脏啊 脑啊 这些重要脏器的攻血不太足啊 那么攻血不太足的情况下 人体它有自我调节技能 它要调动它身体所有的潜能 来激发的激发它的动力 来达到冲血 于是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所谓的虚性的亢奋 大家注意 虚性亢奋 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词 什么是虚性亢奋 就是在身体功能虚弱的 虚弱不是太强壮 起码是 它这个状态下出现的反而是亢奋 这个我们其实从这个西医啊 现在一学的理解就是带上 以身体机能对不足的状态下 无论的状态下 以这个带上引起了紊乱 叫做虚性亢奋 就是它本身功能不是那么强大 身体不是那么强壮 但是呢却反而亢奋这种人 这个情况我们叫虚性亢奋 中医把这个叫做气伤冲 是贵枝的组织 大家想想阳尾 早屑 你们认为是个弱 是个亢奋性症状啊 是个抑制性症状 其实是亢奋 阳尾有人 阳尾那性功能不行了 你以为它是弱吗 很多人传统中医干嘛用啊 是不是不慎养啊 不慎养什么药啊 父子啊 肉桂啊 各种这个什么这个边那个边啊 然后什么阳气势有没有 八几天肉丛丛丛 肩毛有没有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完全的 先入为主式的错误的误了 因为它是一个兴奋的症状 我们去问那些阳尾早些的人 他是非常容易冲动的 知道吧 他是非常容易冲动的 而且他的性命活动可能比较频繁 可能比较频繁 多用了之后自然就衰落 而且冲动多了 每次的冲动 他由于冲动的次数太多 他都不能达到高点 大家听明白了吗 他就不停的冲动 于是达到这个顶峰 明白了 所以说呢 他不到这个顶峰的时候 他就早些了 早些之后自然阳尾了 这才是阳尾早些的真正病例 说白了就是衰落了 衰落的原因不是他的意志 而是他的兴奋 那么我们治疗这种问题 可以给他再兴奋吗 就不能再兴奋了 你再兴奋 他越壮阳 他越没有闻 越差兴 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他真的是 真正的虚弱的一种状态 我们肯定是要补充的 当然现在据我个人的临床观察 真正属于所谓的什么 肾阳肾阴虚的 引起了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阳尾造泄啊 真的我遇的不足 真的我遇的不足 都是这个 心阴性勃起共争障碍 心理因素占一部分 还有其他病理因素造成的一部分 比如有糖尿病的 高血压的 长期吃糖 酱糖药 长期吃抗忧郁药 长期吃抗精神病药 抑抗过敏药 包括这些抗假抗的药 它都会造成性功能障碍 当然每个人的耐受度不同 这个敏感度也不同 感受也不同 所以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 但是吃这几个药的人 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他 他有没有这种疾病 所以说对于这个情况 我们就不要再给予补养了 不能再补养了 越补养 他羊越容易亢奋 越亢奋 他越坏掉 我们群里边都知道 我曾经知道 是不是何穷何大夫 治疗过一粒 阳尾的患者 用的什么方案 大柴胡汤 大柴胡汤治阳尾 请问很多 包括中医通道 包括西医通道 你们想得到吗 不会有太多的人 会想到 大柴胡汤能治疗阳尾 而我们临床当中 用大柴胡汤来解决 阳尾的特别多 这个经验 不好意思 不是咱们中国人的经验 是日本汉方 有一个名家叫 森丽芝的 森丽芝 森林的森 他 有这样的经验 然后呢 大柴经济 事出道明 他们都有这种经验 用大柴胡汤来解决 这种阳尾 这种人一般有代谢问题 比如说 高血脂 这个高血压 高尿酸 这些三高中和症 代谢中和症 或者说 比较肥胖 我们临床见到的 出现阳尾的人 他一般建议 胖壮的人多呀 还是瘦了的人多呀 胖壮的人多 对 胖壮的人容易出现 这种性问题 性功能方面的问题 瘦人 很有意思 我还发现 他们的性活动 还比较好 胖人一般都是差距 可以这样讲 因为当他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过度的肥胖 会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 血脂的升高 当他血脂升高之后 内脏脂肪升高之后 他的整个的身体状态 就会蒙上一层 像是背了包袱一样 他各处的机能 都会出现障碍 不同程度的机能障碍 于是障碍了之后呢 就造成减肥 这个时候所谓的阳尾 所谓的早些 就不是肾阳虚了 他恰恰是障碍了 造成他 因为他每天背着成功的包袱 在生存 他就是比较疲劳的 比较发力的 那你用大财富汤是干嘛的 大财富汤是我们中医的 天然的马丁林胃肠动力体 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胃肠蠕动会怎么样啊 会排除垃圾 那排除垃圾之后 大家知道 垃圾的排除 首先对哪个脏气好啊 肝脏 不是胃肠 因为大家知道 肝脏是我们的化学解副工厂 对不对 你吃了药也好 食物也好 什么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或者都需要去分解代谢的物质 都需要谁来工作呀 肝脏 当你肝脏负担太 注你的垃圾 没有办法及时有效 彻底的清除和排除的时候 你的肝功能会怎么样啊 会受到伤害和长期的负担 那么你把大财富汤一用 垃圾被彻底干净 及时的排除 那是不是减轻了肝脏的什么负荷啊 厚负荷嘛 对不对 它就给肝脏减压了呀 你肝脏减压了 你的代谢转化增高了 你的蛋白质合成增加了 你的雌激素被灭活了 你整个的一盘棋都活了 所以说我们变相地认为 大财富汤它还有间接的保肝作用 但是请注意 它必须具备大财富汤症 这就是我们用中医的一个焦点 不是说所有的肝损啊 你要用大财富汤 而且我们会发现 如果这个人单纯的肝功能损害 你要用财富剂的时候 一个是黄芹不要结尾 不要大量的用 我们推荐黄芹长期调理 比如哪怕你是开小财富汤 哪怕你是开财富江公母一汤 或是财富一支干姜汤 一边都有黄芹对吧 如果你让患者服用一个月以上 我们推荐的剂量是五至六克 每天它五到六克 特别是五克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哪怕它真的是有热症 因为你要病人长期服用 因为黄芹这有药 如果超过六克 每天的剂量去应用 如果一个月以上 有的就会查到 会有转弯煤的升高 如果三个月以上 可能就会造成肝脏伤伤 这个大家要注意 你要长期调整的话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慢性病人 长期服药的患者 第一采取变体质 要用准 第二 吃一吃 停一停 第三 剂量小一点 我们有这三道保险 我们就可以保证 我们用药的安全性 不会让病人 找到我们 同时 我们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让病人 长期服药 你在让他服药之前 如果有条件的你尽量让他去做个什么呀 肝工检查 因为我们要确定他在服我们的药之前啊 本身就没有肝脏问题 假如他原来本身就有肝脏问题 他突然吃你的药以后 他一查干水了 他说是你的药引起的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这个就是避免 我们伤害我们 我们要保护自己 你如果你连自己的保护 对自己的保护能力都没有 你一弄 人家说你干水了 你百口莫别 因为他吃的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保证了安全 保证了安全 这个大财富他治疗药 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他机能恢复之后 他的所有的功能都恢复了 那阳尾也跟着进去了 不用加味啊 一般都不加味 有的需要的话 比如说他有胸腹动机 心花心跳的 也可以加一件点龙骨 也是OK的 也可以加龙骨骨 但一般会用圆放就行 如果他用咽喉红 反酸 你可以加枝子后腹汤也可以 枝子后腹汤本身就是 枝子后腹脂壳 因为大财富汤里边也有脂壳了 那么就加枝子后腹就可以了 枝子后腹汤就OK 这个对于这个很有用的 这是由贵枝 我跟大家谈了这么一个 人贵枝 为什么能够治疗气上充 因为贵枝它可以扩张 下行性动脉血管 也就是周围的动脉血管 当你把周围的动脉血管扩张之后 你大脑的充血会怎么样啊 就相对来说减少 因为人身上的血液就那么多 当你把某某一个地方扩张之后 另外的地方它就没有那么多血了 那你当脑充血的时候 脑部充血它会造成兴奋 那这个兴奋当然是虚性的 虚性的你之后你又不能卸 怎么办呢 你就用贵枝 把它胳膊腿 肢体的那个血管给它破开 破开之后呢 那个血液啊 它就顺流而下 从中枢的系统 由躯干的部分 流向了四肢的末梢 于是就达到了治疗这种气上充的目的 你看头痛 失眠 心计 面红 出汗 统统都是由于躯干和大脑 以及上部 中枢的部位 血液循环 疑惑性的升高 引起了诸多症状 终于把这个叫气上充 那么用柜子扩张的外周血管 这些症状都会消失掉 所以说柜子扩张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握柜子扩 柜子一个组 那么天雄和龙骨各三两 我们对比天雄和富足乌头 乌头是偏散的 止痛功能好 天雄啊 是温阳固精的作用好 你想用它固精 想用它不养身体 想用它强壮机能的时候 天雄是第一选择 只可惜天雄说实来的 我没用过 我没用过 我只是知道个功能 因为没买到 天雄很不好买 我在武汉的时候 曾经看见过 礼盒状 礼盒多少克呀 好像是299还是399 很贵 我这个人一般 我不喜欢用贵重的药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没弄 我用天雄散 我是用富足代替的 那么有人说 那你这样区别有什么意义呢 有 我们要懂了 你用富足 你不懂富足 我请问是什么用的 是不是 那么 富足它跟乌头和天雄 怎么区别呀 我们这样讲 天雄是主内的 对不对 乌头呢 是主外的 那么乌头偏散 天雄呢偏独 那父子呢 父子是兼顾上 兼顾二者之常啊 兼顾二者之常 这是个二 兼顾二者之常 就是它 又有补的作用 又有散的作用 那又有乌头的 发散驱风 温阳 这个直通 这个作用 又具有天雄的 补肾固精 强筋健骨 增强机能 上可以治疗 可逆 中可以治疗 增强 虚 血痂 下可以治疗 虚乱 西通 不能醒悟